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在今日的常规赛中,马次主场110-106,立刻凯尔特人,司马特和泰斯各进三分,肯巴连续上篮。 凯尔特人打出11-4的开局。 德罗赞回应连续得分后,布朗和司马特督中三分。 马次则是连续篮下得分。 杰莫塔图姆连进两季单挑中逃,首截凯尔特人30-25领先。 第二截奥杰莱,命中三分凯尔特人,领先了8分。 朗尼沃克回应三分,约翰逊也连续得分,阿德又连续三分命中。 司马特回应两次上篮,但朗尼沃克又大爆发,连得9分包括杰莫的压少上篮。 马次一波27-6终结第二截,半场61-47,反超了14分。 一边再战后,塔图姆和布朗合力连续得分。 不过阿德也是连续砍分,马次一度领先到15分。 倘普森古兰二加一后,布朗和塔图姆又是连续砍分。 肯巴再中三分,凯尔特人这一截,回应一波21-4。 三截过后,84-82,反超了2分。 第四截瓦在尔,命中三分,盖伊穆雷各进中逃,尼尔斯再连得4分。 马次又是一波,11-00先7分。 布朗和塔图姆又开始连续得分。 肯巴三分,汤普森上篮后,凯尔特人反超了2分。 约翰逊回应暴扣,德罗赞两罚全中,最后56秒,马次反超2分。 泰斯回应扣篮,最后40秒,双方再平。 德罗赞最后28秒钟投命中,随后肯巴被穆雷直接抢断。 后者暴扣,将分差,拉开到4分。 不过塔图姆马上回应2加1,最后12秒凯尔特人只落后1分。 盖伊被故意犯规后,两罚全中。 司马克随后的3分不中,比赛随即结束。 全场比赛布朗24分5助攻。 塔图姆25分6篮板,司马克14分,肯巴沃克14分。 马次这边德罗赞21分5篮板7助攻,阿尔德里奇20分。 凯尔登约翰逊18分10篮板,朗尼沃克14分。 穆雷11分,11篮板,尼尔斯12分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阿老板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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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